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2年的6月1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河南村镇银行是用什么手法 把老百姓的血汗钱给骗走的 目前比较危险的银行有哪些 财经网2022年6月18日报道 河南新财富集团涉嫌重大犯罪被立案 许昌警方河南新财富集团涉嫌利用村镇银行 实施系列严重犯罪 已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 河南村镇银行犯罪团伙被抓获 6月18日据平安许昌消息 2022年4月19日 我是公安机关依法队河南新财富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涉嫌重大犯罪立案侦查 现初步查明 2011年以来 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吕某为首的犯罪集团 似涉嫌利用村镇银行实施系列严重犯罪 目前案件侦办取得积极进展 公安机关已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 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一批涉案资金资产 该案涉嫌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 参与人员多 案情十分复杂 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案件侦办力度 不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逃避惩罚 进一步加大追缴玩损力度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最近这两个多月河南村镇银行这事持续在网上发酵 各种说法都有 各种解读的也都有 这件事的案情报道已经很多 经过也逐渐清晰 其恶劣之处在于银行内部形成了完备的犯罪同盟 从最基层的柜台人员到高层的行长和风控 全都是这个同盟的一员 他们在银行原本的电子系统之外 完整的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存贷电子系统 受骗人可以在该系统内进行所有的金融操作 包括存款取款 甚至还能与其他金融系统实现联通 完成对外支付动作和转账动作 而支付与转账动作其实是受到央行监管的 是纳入统一结算系统的 这种种骚操作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伤害之身 对管理漏洞的深刻挖掘和极致利用 简直令人无从理解 在这个惊天大案面前 中国这么多年的金融风控体系漏的就如同筛子一样 这些人在这么长时间内完美规避监管 保持那套虚假银行系统的良好运作 仅靠几个行长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绝无可能 肯定有上头的人 甚至银保监会的人与之配合 现在说那个姓吕的已经逃到国外 其实就是这些人让他逃走的 否则以中国这么严厉的边控体系 他怎么能逃得了 整个经过看下来 就是某些人利用老百姓对银行的信任 把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血汗钱给偷盗走了 有的人问了 是银行的犯罪与老百姓无关 现在某些犯罪嫌疑人已经抓住了 那老百姓的钱该取出来了吧 明白的人都知道 河南的那个通告基本确定 储户的钱是拿不到了 因为已经被定义为非法集资 整个案件定义为犯罪 钱就是赃款 逻辑上不算储蓄 就不用兑付了 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钱被犯罪分子祸祸了 其他人没有赔偿的义务 几百亿的血汗钱就这么没了 最牛逼的是他们并不怕你做什么 随便你 反正经济犯罪已经不能判死刑 定义为犯罪 那钱就是赃款 逻辑上不算储蓄 他们把钱转到海外 抓几个人顶钢 几年后过了这阵分头 再想办法把他们给弄出来 这些人就这么样的 把几百亿老百姓的血汗钱 占为己有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只要在厨房里看见一只脏了 那就是已经有一堆蟑螂了 在中国不可能只有河南村镇银行这么操作 这么操作的肯定有不少 只是河南村镇银行最先爆出来而已 再有这次储户的存款 要是取不出来 别的银行也会有样血样 把老百姓的存款给吞了 推出个什么旧财富集团 进去几个顶包的 这挣钱多容易 一本万利 这就是在中国 上下欺瞒 一起挖坑 坑害老百姓 最后出事 你还不能维权 想要维权 给你弄个猴马 让你哪都去不了 在国内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钱分开存在 国有四大银行 大而不开网银 这样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财产 要是国有四大银行 也像河南村镇银行这么操作的话 那中共真就离死不远了 最重要 互联网金融平台 一定不要信 接下来说一下 我在微博上了解到的比较危险的银行 大家一定要注意 看银行的体量来定 比如上海银行 万亿规模 线上储户提现几十亿 根本没什么问题 但是振兴银行 富民银行 银口银行 以下的集中线上存款几十亿 他们只能先用线下储户存款来定 当耗尽央行储备金和同行拆解后 就会破产倒闭 这一切都取决于河南村镇银行事态的发展 国内舆论只要关注了 出事就是必然的 而江苏银行 南京银行已经被南京和江苏两级政府掏空了 这两家是上市银行中最烂的两家 目前全靠成对汇票和骗新储户的存款 还日账来苟活 银行资产质量和流动性还不如一些现域银行 这两家银行已经出事 只是媒体不说 政府不问 百姓不知道罢了 89家参与互联网异地吸收存款的中小银行名单 除了已经爆雷的400亿之外 大约还有5100亿面临提现和紧兑 其中许多小银行这几年几乎全靠互联网来吸收存款的 以振兴银行为例 其现有存款208亿 其互联网存款就有至少80亿 而它在央行储备金也就30亿 缺口高达50亿 最后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一外卖员回应 上海石化火灾现场 喊退围观群众 现在骑手权 莫隆藏虎 背后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男 6月18日 上海石化化工部 一二纯装置区域发生火情 外卖小隔大海疏散 围观群众 外卖小隔 于杰成 他的专业是化学工艺与工程 知道二次爆炸风险 据悉 于杰之前是一名民营企业副总 之前的民营企业副总也去送外卖了 可想而知 现在的中国就业形势有多严峻 二美联储周三也就是6月15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 信用卡年利率周内飙升至20% 抵押贷款年利率也接近6% 有用户抱怨利率疯涨 说被扣钱扣到死 为抑制40年来的最高通货膨胀率 美联储开始新一轮大幅加息周期 预计社会经济体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全消化这一信号 但是对于今天依靠贷款来支付账单 上大学买房或扩大业务的数百万人来说 加息的影响已经立竿见影 三上海最新的宏观数据出来了 今年1到5月份 上海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047.54亿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18.7% 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404.39亿元 下降32.2% 大家都知道 这都是已经修饰修改过的数据了 目前餐饮不能堂吃 商场和商铺都非常冷清 感觉上海商业经济倒退了三年 要恢复需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